杜蘇瑞颱風造成溪水暴漲 將許多漂流木和垃圾沖進海洋 海漂垃圾隨著洋流進入花林漁港 造成許多船隻引擎禁氣口 冷卻水管都被海漂垃圾給阻塞了 影響到引擎的冷卻系統 目前華林區域會已經撈起了4噸的垃圾量 會持續來進行港區內的垃圾打撈作業 杜蘇瑞颱風雖然已經遠離 不過目前仍然有許多地方正在進行災後的復健 30號上午華林區域會在小組長的協助之下 駕著漁船將港區內的海漂垃圾打撈上岸 在颱風豪雨那時候在下的時候 那溪水我們有聽到暴漲的時候有沒有 我們就來做處理了 就已經有做個懶 有把那個懶人懶神已經有把它 已經把它牽好了 但是因為就是木屑太多了有沒有 使得把那個懶神弄破了 對 把它弄斷了之後 然後少許的就流進來 流進來的話 現在目前的話已經 新的已經大概有三四噸的這些漂流木了 颱風所造成的溪水暴漲 將許多的漂流木及垃圾衝進海洋 海漂垃圾隨著洋流漂進花蓮與港 漂流木撞斷燃油所造成許多海漂垃圾進入港區 也使得船隻的引擎進氣孔與冷卻水管 被海漂垃圾阻塞影響了引擎的冷卻系統 當那個冷卻系統就吸到這些木屑的話有沒有 那會造成阻塞 阻塞之後然後它熏完的海水的那個溫度有沒有 如果它熏完的不夠的話 它的溫度就會上升 那低一點的話沒有隱形有沒有會受到影響 那再來的話就是冷卻系統的話也會損壞 颱風過後湧入大量的海漂垃圾 若是以單純的人力清理耗時勝距 而目前已撈起4噸的垃圾量 花蓮區儀會持續進行海漂垃圾的打撈作業 以維護漁民的安全 記者林杰 花蓮市採訪報導